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明健 今天指数又涨了50点 那成交量是3893亿 那你可以观察到 现在其实指数不是很重要的关键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现在的股票 如果你买到 如果你买的股票 跟AI有相关的 他有可能就是涨停板 涨停板 用涨停板 但是如果你买的股票 跟AI没什么关系 那有可能他都不会动 那来股票市场里面是要干什么 是要来赚钱的 不是来这里看人家赚钱的 所以你现在买什么股票很重要 而且心态也很重要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这音业打涨这么多 我买不下去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来股票市场是来赚钱 你买不下去 总不可能下着你去买吧 好 那音业打今天来到61块钱 你现在要想什么 你要想的是 他已经回不到先前的价位 那既然他回不到先前的价位 关键就在于 现在你要怎么做 当初我们是怎么找到音业打 当初音业打买的是什么样的价位 一样的模式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做 你不要去想 哪些股票涨很多了 你要去想的是 你今天要怎么做 明天要怎么做 就像我们今天一早 开盘去买一档股票 开盘市价去买 买在几乎最低点 然后一下子就涨平板锁起来 就是这样子 我等会跟大家讲我们买什么股票 好来 这先前跟大家讲的音业打 2356音业打 为什么跟大家讲音业打 因为总股东人数在减少特务筹码 在增加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 春江水暖压先知 当时的音业打 你也是跟我说张很多 那时候29块30块钱 那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关键在于市场上面还不知道 才是决胜关键 今天音业打多少 61了 61块 好 那我跟大家讲 好汉不能只提当年用 对不对 不能只有以前准 对不对 好汉要一直都涌下去 来 音业打上去我怎么跟大家讲 音业打上去了 我说你要留意无底 对不对 标股值得等待 为什么是无底 因为音业打 它原本有个云端事业 而音业打云端事业 从2017年就陆陆续续 去转移到无底 那现在的无底是做什么 设计与建置大型资料中心 运营跟管理 现在的无底 已经不是翻译机了 对不对 我说无底现在是什么模式 是围影模式 为什么叫围影模式 因为围影 围影是2012年成立的 那它成立之前它是什么 尾创的云端事业部门 尾创的云端事业部门 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很坦白 尾创的云端事业部门 6669的围影 涨到1600 对不对 那音业打的云端事业部门 转给无底 那无底多少钱 荷包蛋价钱 对不对 是不是荷包蛋价钱 163 我跟大家讲无底是做什么 云端AI伺服器加车用 对不对 伺服器人工智慧平台 对不对 好 来 接着呢 涨停板 好 然后呢 这个礼拜四我跟大家讲 这 K线很漂亮 礼拜五呢 礼拜五也是这样子 也是 收在这里而已 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今天呢 来今天 来到这里 8201 现在是比价 你看 它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K线 是不是上来习 是上来习 不洗了直接上去 对不对 好 现在关键来咯 掌握跟别人不同的资讯 才能往M型有钱的那端走 在讲什么道理 有吧 无底是不是 总股动人数没什么增加 特务重码是不是在低量布局 这都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今天无底涨停板 我告诉你 股票什么时候最诱人 涨停板锁死最诱人 最诱人 对不对 名字都一样 但是它涨停板之后 哇 感觉不一样 你有买跟没买 这感觉又差更多了 对不对 好 来 我很多 我们股票 我们会事先跟大家讲 其实 我相信很少人事先跟你讲 因为预告有难度 但是呢 我说你现在要找的是什么 当华星光大涨 我说这核情控 3704核情控 这天没涨 他是 华星光的接班人 妈 我说核情控 它有部分的产品 跟华星光什么 重叠 对不对 3704的核情控 你们看到 总股东人数没有增加 特务重码再增加 总股东人数是减少特务重码再增加 我跟他讲 这叫什么 这很漂亮 非常漂亮 来来来 7月10号 礼拜一 3704的核情控 今天在这里 礼拜一在哪里 7月10号在这里 是不是来这个地方 你前面不要管他 你不要管前面 前面你回不去 你不要管前面 管现在 对不对 7月1号在哪里 7月10号在哪里 在这里 你不要看过去 你要看现在 对不对 来来来 这多少钱 53块8 53块8 然后呢 接着涨到59块钱 然后又差一点点涨停板 今天还有情况多少 66块钱 53 8 54 今天66 对不对 真的 我跟大家讲 现在你股票 买对买错会差非常多 如果你买对买错会差非常 如果你买对股票 布局成功 他就直接上去 但是如果你买错股票 你干瞪眼 看人家涨停板 糟糕 他又涨停了 哇 就没完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把股票先给选好 选好之后 我们再进场布局 所以呢 我节目会跟大家预告 这个是什么 礼拜 上个礼拜五 我跟大家讲 两档股票 公两档 对不对 一档是什么什么六的 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 因为他总股东人数在减少 特殊数码再增加 我说这一档是什么 这一档叫做防水连接器 好 防水连接器 大家都说什么 现在要做静默式的一冷 对不对 静默式的散热 那未来伺服器要变成静默式的散热 那是不是你的连接器要换 这个市场上面很少人跟你讲 结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你讲 但我相信应该几乎没有 应该几乎没有 来 这礼拜五是不是涨了5% 今天呢 今天也涨接近5% 两天就涨了快一层了 对不对 他也没涨你吧 掌握跟别人不同的资讯 才能往一M型有钱的那段走 对不对 好 来 这个 我这 我到底就问 老师你那个股票到底有没有买 没买 跟我讲 我知道很多股票落大涨 但是你不要跟我讲那个你没有买的 我跟你讲 我如果没有买 我干嘛跟你预告 我不买我干嘛跟你预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买我干嘛跟你预告 这还算弱的呢 来 这还算弱的来 上礼拜五 这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有一家XXX4 我说什么 现在AI商机在蔓延 GEO公司结盟在打群架 所以呢 你要留意 和硕跟研滑 两个一起投资了这一家公司 它就是什么 无限数位通讯模组 无限数位通讯模组 对 我说到现在这个 因为未来 AI伺服器都盖好之后 那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 好 盖好之后 它的运算能力这么强 传输能力也会变得很强 那我请问你 无限模组 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你自己上YouTube 上礼拜我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对不对 原因跟理由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结果今天呢 今天你不用买 没你的事情 今天 直接涨平板 连看都不用看 3694海华 来 3694海华 直接一点送给你 送你一点 什么股票最诱人 买不到的最诱人 来 37的所6785张 对吧 真的啦 我跟你讲 我不买 我干嘛跟你预告 你上个礼拜去看 上个礼拜五 我没跟你讲这一档 我怎么跟大家讲的 来来来 上个礼拜五我怎么跟大家讲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 来 3694海华 是不是3694海华 总股东是不是在减少特殊法 增加 我跟他讲 大股东是谁 合硕是延华 今天不好意思跳空掌停板 那你就会收到 掌停板获利续报的抗讯 每一个会员都有 这句话没关系 你不管我是哪一组会员 我每一个会员都有海华 我们不是乱枪打鸟 是看准才下手 不然这个会员买 这几档这个会员买 这几档这个会员买 当然有会掌停板 可是如果你有把握 他会跳空掌停板 那就是每一个会员都有 上个礼拜我买的 今天跳空掌停板锁 顺道4938 连合硕都给他掌停板 你说哇 你合硕都掌停板 那合硕转投资的 哇你更想买 对不对 那你明天又买不到 对不对 那这不告我们的事了 因为我们已经买好了 我们已经买好了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 你可以上网去看 上网去看 这个超越法人采明键 我看我怎么跟他讲 好那重点 好还不能只提 上个礼拜五有 抢还要什么 来今天一早 今天一早还没开盘之前 来今天一早还没开盘之前 这个 五四六九汉雨薄可于盘前 以市价买进 重点全部会员 全部喔 也就是说 最普通会员也有 来来来 一早开盘前 告诉你买汉雨薄 汉雨薄开盘多少 开五零九 来 五四六九 不是跟你亂讲了 开盘五零九 开盘前市价买进 市价买进 市价买进就买在 买在开盘五零九 最低五零八 买在五零九 然后他讲 整里面说起来 我跟你讲 这不是射飞标喔 不是射飞标 你现在射飞标是会涨停 因为很多人涨停反 你随便射都会中 可问题是 你有可能没射中 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全部会员 是每一个会员 每一个会员都有 这不能乱讲的 谁敢跟你讲 好来 问题为什么是汉语波 一句话 为什么是汉语波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买这个8155 脖子 脖子做什么呢 脖子伺服器PCB 伺服器PCB 是不是175块 好来 那我请问你 脖子 仔细看 他净值多少钱 净值38块 好 他第一季赚多少钱 1.06 算1.06 这是脖子 赚1.06 那5469 汉语波 赚多少 1.14 不好意思喔 1.14 然后净值呢 54.72 也就是 汉语波的净值 跟获利 都比脖子好 脖子多少 脖子8155 来 多少 175 汉语波呢 5469 54块 差多少 差120 那你会告诉我说 老师没同 那脖子是PCB 那是那个 伺服器的PCB 汉语波呢 汉语波是伺服器的PCB 加400G交换器的PCB 那现在AI伺服器的PCB层数 是20层起跳 那汉语波很久之前 就做到26层 那这样有比较差吗 没有吧 那再看看 来 再看一下 是不是总股动能数 减少特务策法增加 没错吧 那就万 把它抖下去吧 抖下去是不是整个万 真的啦 我跟大家讲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 好 来 问你个问题 这是今天一早发生的事情 好 那来咯 是不是长这样 好 那若是汉语波狂飙 若是汉语波狂飙 那这一档也会飙 若是汉语波狂飙 那这一档也会不知道 请问他是谁 这才是重点 关键中的关键 来 全新机会 下一档特殊筹码 在低档布局的股票 我们领先进场 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阶段再回来 二手评计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 不断重复 禅当独孤 蔡老师 让您轻松 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成果 变成您口袋里的钢票 禅当独孤 资讯shin 5868-2752-5868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汇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长大多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长大多顾资讯再见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指数上涨50点 但是关键不是指数 我们希望指数不要涨 我们希望指数长慢一点 这样子你的AI 才能够慢慢来做布局 我跟大家讲AI 已经讲很久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这个 5月29号 就跟大家讲AI 对不对 医疗人工智慧 大股东广达上营 成德元大 这人是谁 长家智能 老师长家智能是什么东西 听都没听话 对不对 你这是什么怪东西 我跟大家讲 大股东广达上营 成德元大 当时我买的时候多少钱91块钱 来来来 长家智能6841 6841 今天多少 好吧 125 对不对 涨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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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之前都不会动 就是不会动 让你买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你现在要去选 未来会涨的 就像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 你现在事后来看 他真的飙了 对不对 他真的飙了 对不对 当时连代码是几号都没人知道 对不对 当时代码是几号 跟你 但我给你讲得很清楚 原音跟理 今天长家智能掌停板 不用看 很简单 这个道理是这样 什么叫成功 就是有一天 你都不用 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 你就成功 对不对 像郭董 郭台敏 大家都是看到他 就知道他叫郭董 那表示他已经成功了 标股也是啊 标上去都不用介绍 你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没错吧 成明天 289 原因 技嘉广台合作伙伴 伺服器散热新商机 对不对 技嘉广台合作伙伴 伺服器新商机 看价格就多少 289 289 3013 来 48块3 没错吧 48块3 跟你讲什么 28块9 你一定会说 怎么可能这么准 来 上网去看 都有 报复币价放很多次 一直报复币价 因为报复币价可以偷懒 不用讲那么多 来 看多少钱 是不是 28块 今天48块 没错吧 这也不能作弊 你不能够事后把影片放到YouTube上面 中文可以拿来吧 对吧 那就好了嘛 那你自己去看 真的啦 你买对股票买错股票真的有差啦 我跟大家讲是不是总股东元素 只要有特色总法增加 28块到48块很快 是不是一只涨停板 两只涨停板 三只涨停板 四只涨停板 指数暴跌 然后再半只嘛 陈明天做什么 不用讲了嘛 对吧 做什么 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所以来 你现在想一下 我跟大家讲 故事跟提起来都这样 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太错 是节目上跟大家讲 一冷式技术 加比亚迪中控电脑 散热模组工程上 没错吧 真的啊 7月10号 礼拜一 总股东元素 只要有特色筹法增加 对不对 好来 当时跟大家讲说多少 来 7月10号 47块 8 领先是最稳健的投资 只要你先进去 别人就只能买在你后面 对不对 除非它暴跌 它又赚到 但是它如果没有暴跌呢 它如果涨上去了呢 然后呢 涨停板呢 今天呢 今天又涨停板 对吧 真的啦 这都是先讲了 你一定要想说 怎么可能我们都买到这种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你要去找 现在整个 整个AI里面 AI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已经慢慢开始扩散 我跟大家讲从伺服器开始 从伪创 从音乐达开始 慢慢慢慢扩散 到散热 对不对 到散热 到艺人 这个是不是艺人 没错 这是艺人 但是跟他讲说 没了没了 我不是因为它涨停板 才告诉你说 它是艺人式技术 跟比亚迪 善恶不是 没错 真的 你想一下 实战才是真的 实战才是真的 虚拟资金500万 三个月的时间 变成754万 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看人家赚钱很容易 但是你要自己赚到钱 才是重点 对 你看别人赚很容易 可是来这边 不是看别人赚钱的 威慎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说威慎 因为它是 最便宜的细制裁 再加上 它是隐藏版的伺服器 听清楚 最便宜的细制裁 再加上隐藏版的伺服器 我跟大家讲的 都是别人没跟你说的 就是因为你了解 才领先卡位 对不对 不然 你看K线 卫生长这样 它看也是长这样 不然看MACD 看KD RSI 你看这个干嘛 你横看数看 不都长一样吗 哪里长得不一样 它主攻细制裁 最便宜的细制裁 而且是隐藏版的伺服器 对吧 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这不用浪费时间讲 美国要喊全面封杀AI应用 对不对 好 来 重点是 来 买完之后 是不是长领版 是不是又长领版 又长领版 哇 怎么办 对不对 你能买93块94块 为什么要买137 我问你啊 有9394可以买 你要买9394还是要买137 我们买9394 137留给别人买就好了 对不对 这我自己我跟大家讲了 辉打无法登录 伺服器相关的 伺服器相关的 这都没人跟你讲对不对 裸机伺服器 时间可能不太够 我们带快一点 直接看结果 直接看结果 来 2425的乘起 持股51% 施藤合力 聚焦中国 施藤合力在中国 大家做有AI伺服器 来看一下 39.65 时间不够 加速 跳一下 39 39块多 来来来 配发8 来来来来 简单 今天多少 45块9 再含息8毛钱 再含息8毛钱 这个是算慢的 有点慢 这样不及格 来我们昨天还跟 昨天还跟他讲什么 这个对不对 细光子共同封装 我跟他讲滑星光 滑星光滑星光 喷出去了 会不会有比价效应 当然会啊 对不对 尾创音乐档喷出去了 那个 8205底就会赏停滑 一样嘛 这个滑星喷出去了 滑星光天天涨 那滑星光长什么 来 细光子共同封装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光通性元件 好几个光通性元件 这样子 把它全部包在一起 本来是插槽式的 他把它包在一起 共同封装起来 那现在有能力做的呢 智邦华清光上权引威 波罗威 来今天呢 华清光续涨 上权涨停 波罗威涨停 真的啦 我上礼拜跟他讲的 今天上权是不是涨停板 没错吧 然后波罗威是不是涨停板 好 然后我跟他讲 这有一支 躲起来的 锡光子共同封装 昨天上礼拜五在跌的时候 我们还 幸福也没有了 还去买 今天呢 今天涨6% 收盘涨5%多 关键不是这个 关键是他还会标 他现在只是 在热身而已 他只是在热身 什么叫标 我跟大家讲 什么叫标 这叫标 这叫标 对不对 我们今天买汉语波 上个礼拜五 出了一个矽光子的那一家 还买一场 3694海华 海华今天直接跳空涨停板 好 那关键 我们现在讲关键 关键来了 我找一下 如果这些股票都上去了 对对对 时间不够 剩下30秒 剩下30秒 自己算一下时间 下一档特殊筹码 全力买进的股票 会在哪里 总股东人数 结合特殊筹码大增 总股东人数 结合特殊筹码大增 做什么 扩大充电桩 跟电动车的产品 有一个日本的大股东 持股34.65% 股价很便宜 总股东人数 减少特殊筹码增加 来 跟我们一起布局 下一档特殊筹码 全力买进的标股 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五字情况 到底带来 随便宜 重boat 今年